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身为台北市产业总公会 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副市长 那请问我们在座 各位领袖劳工团体 有见过陈部长吗 没有 对陈部长有任何了解吗 没有 不过没有关系 既然不了解 我们就来给陈部长 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劳团不需要 部长来拜会 我们也没有钱 去送花篮 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为他锦上添花 因为我们现在要处理的 是我们在座这些老公朋友 水香火热 活不下去的问题 大家说对不对 今年我们知道 基本工资委员会 审查委员会 即将在星期一 要再续职重新 来开会来审议 我们要来问问我们的部长 我们基本工资 这个审查 我们基本工资 到底要逃多少 你一三分来 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 我们这些劳工团体 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万多块钱的 在台湾的劳工朋友 是不能在这块土地生存的 所以 制度的把这个 基本工资调高 我们认为是 最必要 而且是最优先的 因为这些人 是必 是需要 被照顾的 最近媒体给了这位部长 很多形容词 又是决断力 又是协调力 又是沟通力 等等等 但是我们要问 这些力 有没有用在我们劳工身上 如果这些沟通协调 是包资本家 来协调掉我们劳工 那我们觉得 这个 还更可怕的 就像是 恰鬼跳舞多 对 所以 我们接着待会 要给部长出考题 我们要看新部长 有没有办法具体回答政策 能够回答政策 而且政策 有没有劳工意识 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所以 我们今天的诉求是 部长 你专业不足 可以学 但是劳工立场 要优先 我们要求 新的部长 过去 你是跟资方打交道的 穿着皮鞋打着领带 接下来 你要跟我们劳工站在一起了 请把皮鞋脱下来 换下草鞋 好 拨下皮鞋 拨下皮鞋 穿下草鞋 换上草鞋 别人送花蓝 送花圈 我们送考卷 送草鞋 站好站好 现在 还有一个华龙自救会 他们的 支检费跟退休金 到现在也没有着落 甚至 我们有一个会员工会叫台权店之一 他们的救资退休金有四百多人 但是他的退休准备金 只有一百六十万 种种 甚至台湾很多 公司行 根本没有设立 退休准备金 因此 将来他们退休的时候 可能都领不到退休金 跟或者支检费 那我今天来这里 要请问我们的部长 对于 劳基法二十八条 把退休金跟支检费 纳入工资电厂基金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就来问问他 法定工时什么时候要休凯回 每周四十小时 如何禁止雇主来实施 违法的变形工时 来惨爱我们劳工 如何阻挡 这个资光团体 来施压变形工时 变成了二十六周的变形工时 我们应该是 要请劳动部 来监督这些雇主 违法实施变形工时 剥削压叉的资光 应该是 公告他的企业组名称 还有可以行责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政府叫我们出来组工会 我们一组工会以后 受到的差别待遇 不利益待遇 要打压工会 要消灭工会 解雇官位干部 这些都是今天 我们要来请教劳动部长的 你要什么时候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没有劳工背景的他 我们实际是很不 没有给他很厚的这个厚 我们也没有说 希望他做到任期届满 因为他本身也没有劳工的底子 不曾做过劳工 怎么会体会到我们劳工的立场呢 今天我们穿了这双草鞋 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劳工的立场 请他脱下他的皮鞋 穿上草鞋 跟我们劳工走在一起 那我们的专业不是可以学 不是 专业不足可以学 劳工的立场一定要优先 如果他不是站在劳工的立场来考虑我们的立场的话 不好意思 他就没有办法将心比心来处理我们这八大考题 我们今天提了八大考题 是现阶段你上任上来一定要面临要解决的事情 比如说基本公司在下星期一就要召开了 那这个审查委员论 我们要很清楚 部长你对基本公司的调长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知道现在才19723 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让一个工人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生存的 那你准备怎么样处理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阶段台湾的工人 这个实质的这个收入越来越少 那我们很清楚 然后那个主机处的公布 我们的企业家这几年都是倍数成长的获利 这些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工人的身上 那部长你上来 你要怎么样解决这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工人一直在期待给你的一个考虑 你也没有办法去逃避的问题 交接应性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边 很多的贵宾热情的参与 让我很感动 但是我们在场外呢 也有这个很多的劳动团体的朋友 在那边提出他们的诉求 我想对于他们的主张跟诉求呢 我都会一一的整理清听 我认为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有良好的沟通 大家互相了解 到底他们所关心的 他们的问题所在 第二个呢 要有一个理性的讨论 我们沟通之后知道问题所在 但是我们必须要理性的讨论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这样子呢 制定出来的政策呢 才是能够兼顾到最大多数的这个劳工朋友 所以我很期待呢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现在也已经安排了 就从明天开始 我就会开始 对于主要的一些劳工团体呢 进行拜访 当然今天在座的 一百多位的我们劳工团体 我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 那么 逐步逐步的来跟各位拜访请议 我希望能够 第一 就是大家面对面的 收集各位的意见 做入我们未来制定政策的参考 那这些呢 我都还需要 这个 得到各位的支持 也需要断这个 责冲的时间 那我们呢 能够对 劳工团体有关心的议题呢 可以提出一个全方面的解决方案 那再次呢 感谢大家的出席 我也在这边呼吁我们 劳动部的同仁 我们没有蜜月期 没有蜜月期 刚刚看外面那个场面 就没有蜜月期 没有蜜月期 所以我们大家就玩起袖子 就开始工作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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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勞工權益 調高基本工資 禁止打壓公務幹部 捍衛勞工權益